欢迎回到超级报报 我是余燕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总统府资政 他们也是中研院的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更是很著名的社会学者 我们邀请萧新皇教授 老师您好 议员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我们也有网络直播 那很高兴资政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那当然我们在这两天的自由时报上面 也看到了萧新皇资政的投书里面提到了 看蔡席的对话 你把他认为是对话 的确是双方就台湾的前途在做一些的对话 那在这一篇文章里面 资政您认为这次让全世界深深体会到 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中国 是这样吗 是这样 我想完全没有错 就这一次 我说称他对话 他不是对谈 他并没有面对面 但是他有对上话 就是聚焦了 就是说把这个话说开了 那当然我认为蔡英文总统 想先在这个习近平开讲以前 说我想这个是把台湾人民的心声啊 把它说清楚 我觉得是很好的 对 那讲清楚就清楚了 就是中国有他自己的一套 他就是要统一 对 要并吞 讲清楚了嘛 所以一国两制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不承诺放弃武力 中国的事由 中国人他们决定 两岸同胞要求心灵气和 这些话真的很有趣啊 那这些等于做空话 那你如果今天讲不排除统一 然后呢 他说要把 要希望台湾的所有的不分党派 都一起来谈 但是有个条件 就有三个条件了 那这条件设下来 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那就不叫统一是一个议题 而是统一是一个命论 一个命令 对 那这个我们不能接受 对 这个肖资政讲得非常 一针见血 三个千决条件是一中原则 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 但是因为这两天 情势发展就是在您投书完之后 我觉得正好 中国民党的几个大佬 还有他们的发言体系突然统一了 他们就说 我们还是要九二共识 问题是他的九二共识 跟中国的九二共识是不一样的 是 那就没有共识啊 那就是没有共识的意思 所以他就是继续在卖他的瓜 但问题这个瓜是卖不出去的 所以他因此呢 说我们他们的利润很简单 就是说那好 那你不要九二共识 那你要什么 那你要想办法 问题是他的东西也卖不出去 那所以他为什么自己不具体 在野党也要提出一些想法 所以现在是说 朝野两党都应该共同对付中国的挑战 我们一起来 而不是说我的虽然行不通 但是我还要卖 那你行不通 所以你必须负责任 这个是不负责任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老共这边是图穷比线 把我们我在耳朵旁边听九二共识 我当然听了好多年 从我当记者到当了人生历练 到回来当主持人 还在九二共识 但是很高兴九二共识在今年年初 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命题的新阶段 终于应该是原形毕露了 对对 这原形毕露 然后我就让台湾人民也能看得清楚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天下杂志这一期登了一个 问台湾民众 民意调查了 不是网络调查 民意调查是问这个电话访问 说你知道什么是九二共识吗 结果49%的认为九二共识是一边一国 太好笑了 所以这个是有意思 也就是说这个是纷纷扰扰 对对 那这个显然这也不是 绝对国民党听起来会气婚了 对 那反而是符合这个偏独的 或者希望台湾自主的人的想法 所以台湾民众是支持这边的 那这个问卷调查是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然后呢真正讲到说这个 中国版本的 只有百分之不到十 对 所以我们还应该宣传什么是真正 架杠的九二共识 台湾人民心目中的九二共识 对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总统府资政 也是中研院的研究员 萧欣王教授 他擅长的理论 理喻 真的很有趣 发展社会学 环境社会学 还有东亚跟东南亚的中产阶级 这个研究 还有社会运动跟民间社会 以及非营利组织 甚至还有这个客家研究 你也是客家人 我是客家媳妇 我是客家媳妇 我现在他们家是广东客 但是是在台湾哪里还是广东的 他们是广东过来 他的我先生的爸爸是跟装红袋一样都是来台湾的第一代警官 对 所以也是 然后大家后来在屏东的生活一段时间就发现他们在广东的客语跟美农的客语是都听得懂 那就是四线 那属于四线 所以台湾的客家话其实叫做四海大平安 就五个腔调 四是四线 是海海风 那大是大谱 平是劳平 安照安 那您是哪一 我是属于四 也是跟他们一家听得懂的 没线 没线 台湾的客家话慢慢会变成没线化 就是被所有的语音腔调都会被四线慢慢渗透 变成四线统一 只有你这个意思 我自己是有一年我就是我们办了一个客家后援会 那很多人因为我的爸妈都是传统名来人 台南人跟南投人 所以去跟客家会员会一接触了之后就发现 很多客家朋友 知道我是客家媳妇之后 对我的认同感恩支持 对 那他甚至认识很多年之后 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是客家人 但那一刹那感情就不一样 我觉得真的是台湾实在太可爱的一个社会 太有趣了 我们的情感太多了 不过回到刚刚老师您的这篇文章里面 您也提到过就是网路公民 哇我觉得这个部分也非常精辟 因为网路公民在我们这个世代非常重要 但是可是最近是真的网路对于民主 究竟是过功还是过 您有关 我觉得这很难说 我一向对于 我一早开始当这个网路公民出现这个大概十年前 我是抱持怀疑的 嗯 我是并不支持网路公民 因为我这个网路公民本身他有一个匿名性 对 他不公开性 对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他可以不负责任 好 那所以呢 他知道不知道他都可以说 我没有说随便说 他都可以说 然后说完就没事了 嗯 那我就认为一个citizen 作为一个公民 他有权利跟义务 那这个是不能够这样做的 那最近这个公投的时候 在选举前的动员 那我认为 其实这个网路公民 因为受到外力的影响 他其实已经有公 这个叫做网路公民 这个任意化 甚至于不负责任 我觉得甚至于有暴力的现象 这个是非常不好 这个不符合民主精神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更 不要去压抑他 但是要 要有一个公 要叫什么 网路公民自我要求 越听越困难 是很困难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必须要 所以因此呢 就是大军 用大军 另外一个军来压 那这个就是变成 另外一种形式的公民内斗 我觉得这也不是好现象 对 所以我认为 我是抱持比较怀疑的态度 是 但是我认为 但中间有一段时间 我认为公民 这个 因为在不民主的社会里头 网路公民有他一定的贡献 就自发性的网路公民了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不民主的社会里头 他也可以被动员的网路公民 像中国就是五毛族 对 那这个现象是非常好 那这个中国的五毛族 如果也因此透过隔空 影响到台湾来 然后这个一个不 一听不顺耳的话 然后就开始 集体的轰炸 包括比如说这个 颖歌星 就被轰 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 对 我认为是 我们要好好检讨 因为公民 我们这个民主社会有很多缺失 但是我们不要因为缺失而失去了民主 但是我们要改正民主 对 修补民主 台湾的言论自由是真的很自由 所以在老师这篇文章里面提到 所以另外一篇文章 对 这是另外一篇 对 但是这个部分真的谈的很有道理 就是网路公民 我们是要尊重网路民主 但是像这一次 我们台北市议员里面 有一位呱吉 呱吉先生 他的本名我们真的都叫不出来 可是他就是网红 他没有像我们传统的 有造势场 有发大量文宣 他就是在他YouTuber上 讲讲他的理念而已 他就已经当选了 对 这代表是台湾的网路民主时代 已经到来了 传统那种跳下咖 去泡台 然后造势会场 他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他的能量又会再低 因为我们从呱吉现象就知道 所这样的一位网友 网红就已经成为了 但是老师在这篇文章提到的 就是如果网路霸凌 网民霸凌和暴力 以及境外的网民 因为现在境外还有机器人 他洗澡城市之后 他机器人他是直接转换 你也看不出来 以前还要看出简体字 现在机器人直接转换 用台湾的语会 由台湾人来教学 这当然有台湾人 教那边的网军 大军押进来 他其实对台湾的民主 会不会扭曲呢 可是政府 我们其实是很难有效回应的 因为您也提到说 NCC失职莫此为甚 是这样吗 我认为是这样 我觉得这要想 我觉得不能还没有除 还没有面对这个现象的复杂性 它的多样性之前 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这是民主社会 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 对 对 就是你要想办法去做 比如说检视 然后如果有霸凌 如果有霸凌 然后看如何去遏止这种坏现象 怪现象 这个不好的 对 对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肖新皇教授 那其实今天请老师来 我也是对 老师对于低碳社会和非核家园 这个困境 我很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因为在这一次 九合一选举的公民投票里面 对于非核家园的公投 其实是对于我们台湾的发展的路线 让我产生了很大的质疑 那老师常年都推动的是低碳社会 是不是 我是 这个我的一个 因为我的专长之一 就是环境社会学 是 那这个三四十年前我从环境态度 环境敏感度 然后一直做到对环境运动的支持 对环境运动的各个各项也做研究 然后对于这个永续发展的理念 对 还有地方永续发展 还有环境史 对 都做了一些研究 那目前慢慢整个全世界的趋势 就是要推向整个社会 要走向低碳 对 低碳的意思就是减少人的生活方式当中 产业的结构当中 减少对CO2二氧化碳的依赖 对 因为等于温室 温室效应 软化 这个异常的气候 这些 所以这个趋势就是要低碳 不是非碳 对 我们很难非碳 对 很难到零 也不可能 只能低 低碳社会跟非核家园是不同的 不一样 但是有相关 也就是说 这个低碳社会是减少碳 所以因此有人就说 好那减少碳 我们就增加核 这是不对的 因为核有另外一个问题中的问题 就是安全 对 这个非常脆弱 那所以也是说 非核家园也是另外要推的 共同来推 那怎么样 那就是 这个就是这个生态能源 对 那就是这个 希望能够走向太阳能 风力 这些 所以我们台湾 我们每次都在讨论非核家园 非核家园 今天肖心王老师提出来 低碳社会 它是我们这一个世代 得共同面对的一个方向 那也是我们面对当前 因为现在空气品质 每天早上我们都在报空气品质 这些都是 我们每天要面对的 但是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也要面对一下我们的广告 好睡一会儿再等我 欢迎回到超级报报 我是余燕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 肖心华总统府资政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当代现在的政治啊 网络 现在提的就是 到台湾人怎么办呢 空气品质每天都在讨论 那所以老师提出了 说是低碳社会和非核家园的社会转型期 所以从现实面来说 台湾应该还不是低碳社会 台湾各也不是非核家园 那我们如何展开计划性的社会变先 展开转型呢 要怎么转变 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 我们台湾比如说以能源结构来看 我们台湾当然不是非核 不是低碳社会 而是高碳社会 那么台湾每平均每一个人所生产的这个碳 小海是蛮高的 高于世界平均数 这么高吗 蛮高的 然后比如说这个全台湾平均每一个人 排碳量是10公吨 这个2015年那么每赚一块钱的GDP呢 那么就排碳要0.49公斤 怎么这样呢 台湾岛这么小的运输费用应该不高啊 所以蛮高的 我们其中最大的大概应该是工业了 工业所消耗到的这个所排放出来 石油图是蛮高的 所以工业要工业产业界是要负很大责任 虽然我们也听到工业界有很多的杂音 那这个可能工业界要好好检讨 产业界要好好检讨 那这个也是高于全世界平均值 也高于 也甚至于高于日本 这个是我们是 我们是跟世界同步了 可能比超过世界 CO2的这个浓度急速上升 那这个也是工业化的结果 这一两百年来的工业化的结果 那地表上升温度 0.85度 所以呢因此的整个台湾当然不是低碳 而且是高碳社会 所以我们如何从高碳变成低碳 就是要从产业结构的转变 对 减少一些高碳排放的这个产业 例如有哪些 比如石化 石化液 我们当然很希望能够产业结构改变 但是讲的 当然一步一步来 所以据说这是一个社会转型 也是一个产业转型 也是一个经济结构的转型 所以我们才讲 我们社会学家会讲 如何进行社会转型 对 这个困难度很高 这个转型的过程是很高 对 你看叫老板说 因为我们的这个产业污染太低了 你卖走好不 对 太高了 对 那这个是产业界自己 怎么样减少低碳 比如说我自己的能源 我的电力来源 要自我想办法 风力发电 水力发电 他可以想办法 温泉发电都可以 少气发电 生产的过程当中减少CO2的排放 对 那这个都可以做 就是做与不做间 在于因练 对 那你有没有这个企业良心 企业伦理 这个是 那目前我们做了很多研究 当然我着重在这个NGO方面的努力了 是 那比如说这个 祖父联盟他们在推公民电厂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当然目前工面量还不很流行 观念很流行 但是做法并没有很顺畅 对 不容易 不容易做 然后民间的态度 那我们在 我们在做研究 看看谁是真正是低碳的极先锋 低碳社会的极先锋 是哪些人可以作为一个社会转型的胜利军 对 那这个都是我们的研究 那政策 温室 温室这个减量的这个法 还有能源结构 转型法 还有能源 这个白皮书 那政府都在做 那问题是说能不能落实 对 所以政策一面 NGO一面 产业一面 还有一般人民的生活方式也要改变 对 哇 这个工程是很大 那老师提到了主妇联盟 我举个例来说 像我们有时候去餐厅 很多餐厅就强调说我这个食材是法国来的 我这个食材是维也拿来的 还有海鲜全部都从日本进口 其实它就是高碳 对不对 它就是运输过程 就是说大家为什么有履历 有说在地的 所以大家强调生活方式尽量吃尽量买在地的 对 那就是减少CO2的排放 对 所以主妇联盟所推的 比方说就近在地的食材 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在改变社会 让大家感觉说 我吃了这个食材 哇 它就是来自于我附近 多少公里内的农民所亲手栽植的 而且最好它是有机啊等等的 那吃起来之后要让人民觉得 我好进步 我就是低碳的光荣者 我们要进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社会才可能有转型的机会 这个才是第一步啦 好这我觉得一步一步来做 那当然我们也发现这个 呃 然后另外讲到这个飞和也是一样啊 那当然没有错 很多最近有误解就是说 如果要减低碳 那就是走 和 和 对 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公民投票 呃 这次公民投票 实际上公民投票是我认为也别那么悲观 这个是另外一个调查 就是他题目是说 是不是要不要用2025作为设限 嗯 嗯 那就是2026也可以啊 2027也可以啊 哦 并不是说不要反对飞和 因为台湾的民意是要赞成飞和的 对 百分之六七十是主张 我们和 和等发电这个问题的风险 危险 安全 是值得我们忧虑的 这个我们做了一二十年调查 都是如此 嗯 所以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反和不要和 然后进行要和 不是 而是他那个他这个中间是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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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辞上是有一个欺骗的意思 2025弹性大一点 对 那其实从政府的观点2025那就2026啊 那其实这个2025当年定是因为那个和几个核电厂都要借零 对 所以定2025 所以你不推非核家园这个口号或者政策 那个核电也会减少 那其实台湾只有8% 台湾的8%的核能发电电这个配置 那这昨年把它减少 那就什么要取代什么呢 那就减少这个燃煤 嗯 然后减少主要是要这个再生能源要增加 对 对 所以老师特别强调低碳社会跟非核家园中间 它是不同的 尤其用核电 它其实不一定是低碳 核电它的核废料的产生更是可怕的 对 后续的影响 所以您是一个 成本也非常高 对 对 成本 从成本看就知道了 所以非核这个核能发电绝对不是一个低碳社会的选项 嗯 对 它也是应该属于因为它是这个两个观念都符合一个更高的理念 就是永续发展的理念 对 永续发展的理念就是说我们这一代所享受的能够持续下去 能够永续下去而不要让下一代就耗费掉了 对 就没有办法享受 所以是要永续发展所以我们要推低碳社会否则的话 温室效应 所以现在异常气候 对 你看一天从来没有这样过的 对 一天热 然后第二天冷 然后你看全世界都有这个现象 然后天灾 那这个都都跟这个CO2的上升有关系 是 所以非核不是选项 对 核等不是低碳社会的选项 这个是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其实要能够理解 应该是这样子 对 台湾本来就要朝更好的方向前进 那所以低碳既然就是社会认可 这个全球所认可的一个要前进的方向 为什么台湾人不这样前进呢 所以您是一个社会学家 受过社会科学的学养和训练 可是回过头来来看 我们台湾人民对于这个认知态度立场 真的有认为说 低碳社会要为低碳社会准备 这个台湾人有做好心理准备吗 我觉得是有了 有 可是我就看这个公投结果 就是大家对非核家园没有那么秩序 因为现在的公投 我觉得这个就切施到我对中选会 对于公投的这个审查 也不是审查 就是这个要好好去检视 这个公投成不成为一个有意义的 而不是一个大量的民意调查 而且是可以被政治化动员的 这个民意调查 那就是走错方向了 是啊 所以他题目都是比较偏颇的 比如说2020我们要取掉 那个能源电业法的头的2025 对 那他说好啊 那弹性大一点也没什么问题 大家会这样想啊 对 还有那种大家中文就算很好的 去读这个公投的题目 就是反对反对的反对 到底是支持还反对 这是很无聊的题目 我就是跟年轻的朋友说 以后你遇到这个题目 是反对的反对的反对 就知道这不是正派的人说你的 要么就是直接讲一个反对 或一个支持就好 对不对 可是我也知道官僚体系 他不会为了社会真正的前进 而真的去扛这些责任 他会为了说他至少能够安全度过 在政治交锋的时候能够安全度过来 我觉得这一次你看1124的选举 我觉得这个行政单位并没有负取 完全这个善尽说明的责任 对 而反而是另外一方动员的一方 用各种管理 你就是够拿几个反 拿几个差就好了 对 那这个这个是个动员 那你政府也要动员 所谓动员就是说你要把理说清楚 我认为这一方政府方并没有说清楚 那这个那这个我认为是很可惜的 对 那我认为这是公民条第十第十五第十六 第十五题最后一题 并不是对于非和家园的否定 而是对于非和家园进程的弹性化 我觉得政府应该做这种解读 我觉得这样子可以 老师再讲一次 不是否定 不是否定 不是台湾民众 因为这个这跟我20年来做民意调查的结果 是是是反方向 对 他是说2025是不是要取消 不要用205设限 对 那只是对非和家园推动的进程 有更多的弹性 是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可以去 这个解读是很合理的 那老师 您有直接跟小英总统讲吗 您是总统府资政 应该要讲 应该要讲 对要这个动作要快 因为这是选举结果 国际社会我跟你说 都啊朋友对我们的认知 第一个就是 奇怪你们台湾人不是对于同性恋 还蛮温和 蛮支持不反对的 为什么你们的投票结果是都否决掉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还以为你们的人民大家都不喜欢核电 会慢慢的一步一步步的认清整个国际的现实 结果你们的公投结果让整个国际社会不理解 以为台湾不是那么进步了 台湾其实没有那么进步 因为应该是说台湾有很进步的思潮 台湾也有很进步的一批支持民众 支持民主支持社会进步理念的新中产阶级 对民众 但是大多数人其实是 是只要不影响到我 不要跟我的基本价值冲突 我都能够接受跟容忍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 飞和是一个 他并没有反对飞和 这个第一个结论 他只是对飞和家园的进程要有弹性化 第二个对于同婚 其实一般的民众上全世界台湾的同婚的这个游行 台湾是最最最热门的 是我补充一下老师 这个同志的朋友来台湾的每年的游行 他在前后那一周 整个大台北地区的旅馆都是满的 而且同志朋友他们到台湾 他们就在台湾各地旅游之外 他们还顺便会到台中游行结束 台中高雄各地他们会轮流玩 因为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 因为他们是很压抑 所以他觉得有一个保岛上面的民众 理解他的压抑之后 他们也会愿意放胆来台湾消费过生活 这是他们的生活观 我想一般的容忍是有的了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公投对于同婚 如果当然话题岔开一点点 没关系 但只是说他要立特别法来定 就是反同的人他用特别法 他可以容忍用特别法 他可以支持 这个跟教会跟宗教的力量有关系 他在大动员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但是他对于修改民法 他们是排斥的 因为他们担心 这是一种恐惧 对于传统定义的婚姻的定义 这个认为他们在宗教里头是不能接受 所以也就是说 这方面我也要说一下 就是说支持同婚的这方面的动员 跟梭理解说 可能不急于反同的力量 所以这一点可能也要检讨一下 那是不是一步一步 因为全世界我们看 这个进入到那种大度复度的同婚姻 都要十几年一十年 所以是需要一点时间 那比如说我们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些大力在推动台湾 很多新的进步的观念 比如说这个废除死刑 可是一般的民众 实际上是怀有疑虑的 因为坏人让人家很厌恶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 怎么样去进步要推 但是进步的方法 推动方法可能要更讲究 对也没有那么急迫 对我觉得是 对所以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我可不可以请老师进一步解释一下 台湾当前要迈向低碳社会转型 到底有没有民意基础 我觉得有 应该是上几个方面 刚刚你提的问题非常好 就台湾民 因为这个非核家园 是因为对于核电的恐惧 对于核电的风险 对不对 我们要去认识它 对于这个低碳社会的推动 是因为对于高碳社会的 带来的副作用 这种恐惧 那台湾民众对于各种风险的 实际上都有的 比如说对台湾的空气污染 工业污染 农药肥料 农药化肥的危机 河流污染 还有对于各种全球软化 核灾 塑化剂 农药 地震 台风的各种风险 其实台湾的风险知觉是够的 也就是民众是相当 第一个要有感觉到我紧张 我担忧 所以这个台湾民众 这个第一个民意基础是 担心是在那里 而且我觉得女性还更敏感 很好 所以台湾人的女性真的很进步 她是进步敏感 她敏感是进步 比人家前面 那接下来就是知是知 那行呢 行就弱了一点 行的就弱了一点 比如说对参加这种一般的社区行动 这个一般的民众这个还是比就比资要低一点 就是行方面会比较低一点 她可能也没管到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环保团体 包括主力联盟的这个环保环保联盟 还有各种的环保团体 其实他们都带动了很多环保的新观念 那这个参与在这边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积极的分子 这个是行的部分是极有集体化 但不是全民运动 担心忧虑风险知觉是全民认知 但是投入到推动低碳 推动飞河是少数人 但是呢就是风吹草动 那这个怎么样能加强NGO的动能 是我们要去想办法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出来 在NGO动员是影响到部分的 一般比较积极的 比较这个倾向更明显的 但是一般大众可能就没有办法 在NGO的影响范围内 那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说 知觉有 可是行动力 行动力不足 行动力不足 对这个是台湾现阶段的情况吗 我们先访问的是肖新王教授 也是总统府资政 他提到了台湾人觉得 对于低碳社会是认知敏感理解 那如何让我们的进一步 一起用强大的热情 改变我们的台湾呢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进一节公告 随时等会 欢迎回到超级报报 非核家园在这一次公民投票结束之后 我的朋友其实都不讲了 可是老师讲的很精准 就是其实台湾已经在迈向低碳社会转型了 而非核 核电绝不是低碳社会的选项之一 因为核电是非常消耗性很大 而且他接下来的核废料是无法处理的 可是进一步来看 老师提到台湾有新中产阶级 他很有进步概念 而且提到说 从各个民调来看来 台湾的女性 也对于低碳社会很有自觉 也很敏锐很敏感 可是回过头来看 其实从各个民调 还真是投票结果 觉得是不是我们对于低碳社会 这个的整个的行动力还不够呢 老师怎么看 应该是这样 就是行动力不够 就是说真正去做 因为但是行动力不够 就是说对推动政策的行动力不够 他的影响力也不足 所以他就民众会认为 就是靠政府来做 所以他就说政府应该做 他们都会支持政府 比如说我们一个调查 就是73%的人在支持非核家园理念 那刚刚73% 很高啊 是很高啊 所以知不支持支持 所以我才想说 支持非核家园的理念 但是他可能要弹性化 进程可能不要定2025 那政府要说明为什么2025嘛 2025是因为核电 这个核电厂要戒铃嘛 那还有呢 比如说他的个人行为呢 他都会做 我们调查也都放 从非常些 比如说这个水手关 水龙头啊 关水电啊 然后停车停太久啊 如果你停车那个怠速 有没有 你会不会关 都有66说会关 水手关 这什么时候的民调 这是2017年 对 2017年我们刚刚做的个人 也就是个人的减碳行为 其实也都在做了 所以水手关灯也算吗 当然算了 对 然后还有到了 如果我要等人要等超过三分钟 我就会熄火 熄火 对 还有呢 那还有比如说这个 你愿不愿意去买这个 那个CO2 这个选购这个排放 比较少CO2的产品 愿意啊 愿意愿意 92 那会比较贵呢 那他就等一下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钱的问题 那个就是比较高难度的 前面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对 比如说 少开车啦 多走路啊 我愿意啊 我都坐捷运啊 在参加这个 参加节能的活动啊 或者找楼梯啊 愿意啊 不要搭电梯啊 是 然后呢 愿不愿意设置这个 所谓的智慧电表啊 愿意啊 对啊 这样都是65%以上啊 65%以上到70几 男生女生也都一样 都差不多 当然是很进步的 个人的减碳行为 也不是问题 因为他不需要太大成本 对 这个是有心就可以做 对 但有些是不是有心就可以做到了 那就涉及到刚刚讲的 如果要加钱怎么办 那就进一步到降一步 如果要加钱 结果降多少 那有一半的人 将近有54%不愿意 比如说你如果留因此我们要走低碳 然后这样 但是问题在这里 这是第一步 对 有46%的愿意哦 哇 还是有46%的人愿意说 愿意说 就算你涨价了 我还是愿意 我还是愿意来支持这个 低碳社会 对对 然后呢 比如说百分之 其中有27%是愿意在1到5 涨价1到5 这个意义我们还要去深思 到底什么意思 就是涨一点点他愿意 我想都不是问题 那6到10还有12 所以这些 那所以至少我们可以做一半了 另外一个方面是加税 对不对 可能要加税啊 加税就能低碳 那你愿不愿意啊 那不愿意的49 所以 所以涉及了钱 钱 成本高的 对然后有 但是有51的愿意啊 那也是0到 也是1%到5% 有29愿意 然后6到10有13 所以呢 更多的呢 有9% 那也就是说 涉及到成本高的 他会有 他会迟疑一下 对 迟一下 然后呢 但是有意思 我们也看到说 他们政府呢 比如他另外一方面呢 也就是说 从这里看到 个人要付出更多代价的 他会犹豫 他会迟疑 不过我们应该讲平均来说 一半的人愿意去 加钱 对 加税 那其他政策呢 他都大大都愿意 比如说如果政府有心推动电动车 哎 多少 84 哎 很高 然后呢 政府推动这个风力 太阳能 92 嗯 然后呢 比如说用累进 这个政策 就是说你 你如果消费的电更高 你的单价就会高 就是累进电价值 有79% 愿意支持这个政策 所以也就是说 一般的民族应该是敏感度高了 风险知觉有了 个人行为也愿意做了 也愿意配合 是 随手可做的 他都台湾民众都做 都会做 有时候会要自我警惕一下 但涉及到政策面的 成本高的 他还是期待政府多做 哇 所以这样看起来 台湾人民算是很进步的人民啊 因为想台湾民主化 也才是这几十年的事情 台湾民选总统脱离戒严 然后报警解除 1996 对 你现在算到现在也才十几二十年而已 那二十几年的时间 台湾人民拥有 世界上进步的人权概念 有最言论自由 其实我记得前几年 整个世界上就觉得 你们台湾就是自由之岛 对 言论自由要怎么样都可以 什么都很自由 当然骂政府的自由也很强大 可是回过头来看 我们有一半左右的人 愿意说 我们就少花一点钱 来换取社会上的空气 更多花一点钱 对多花一点钱 让社会更低碳 这个还是很棒的情色 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个你说这个三十年是人家三百年 对 所以因此我们现在有点像在喝集容咖啡 虽然我不是喜欢喝集容咖啡 就集容咖啡一倒开来你就就都有了 所以我们一直往前冲 那我一直觉得台湾社会普遍来说不是那么进步 但是有进步的概念的人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寄望所有的中产阶级都是进步的 但是我们寄望有进步的中产阶级存在 对 所以也许这个是时候这一次的大选让我们好好去坐下来 陈思我们如何去厘清 对 进步跟保守之间的激荡 是 因为很多世界上各地的民主社会都其实有很多的保守的反弹 对 韩国就是一个有集体化的保守势力的反弹 对 政治的社会的经济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台湾也有 对 台湾并没有免除这种的这种障碍跟这种惰性 对 所以我们要去面对它了 我们不能说怎么这些人保守啊 不是 我们要如何去理解那些保守的力量是存在的 理解他内心的焦虑跟紧张是什么 然后去政府要拿出魄力来 然后知识分子要善尽解说的能力 对 这个都业弊不做 我们必须面对 我们过去也许太乐观 对 对 呃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总统府执政肖新皇教授 也是中研院的研究员 那老师当然研究的是环境社会学和整个社会的改变 所以你今天让我 就里面有几个关键词 我提醒大家 一个是新中产阶级 那一个当然是进步力量跟保守力量 两派的拉锯 那这次选举结束了之后 我要坦言 其实我在第一个月几乎是吃不下饭 然后睡觉的时候也心里就觉得很难过 难过的我不是为了个别选举 而是公民投票的结果 让我对这个社会 我每天睡醒都会想说 这就是我存在的社会吗 那我以前常看收视率 收视率 以前我们电视台收视率都会有 让我重新认知我所爱的台湾 那个电视台收视率就是那种八点党的肥皂剧 琴色的 那种的收视率就很高很高 然后在这段节目骂脏话吵架拍桌子的收视率也会很高很高 你真的在讲低碳社会低碳的 非核家园的收视率也会很低 然后我们都要扪心自问 这就是我们所爱的台湾 但是所以你觉得在这一波民调里面 保守跟进步中间 是不是进步只有46% 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 愿意花少赚一点钱 就是多花一点点钱求低碳 会不会是社会进步的力量 刚刚细展了他 我们可以说一半 一半 不要去想他比较少 保守的主义已经超过了 不是也不见得 比如说不愿意加税的 他有49% 一个51% 所以大概是平均一半一半 那其他的要另外想 就是说成本不高的 举手可做的 这些减碳行为都很高 七八十甚至到99%都有 所以我是觉得这种 这是一个例子而已 也就是整个对民主的 可能也都是一样 保守势力是存在的 对喝吉隆咖啡 速度是很快 可是他当然就没有那么好喝 对然后你也不知道 鹰跟果 那如何去调整 那你如果自己煮咖啡 你知道要放多少咖啡 你选什么样的咖啡 咖啡的来路 然后要怎么去煮 要是怎么样去 自己要慢慢的 对对对对 我的朋友还红豆子 对对对 然后接着自己磨 所以我们觉得不要再寄望 民主是随时可以到 不要努力 要努力 要尽情游说 要尽情去劝说 比刚刚选后 我也觉得很有焦虑感 就说这是 真的是台湾民主前途是怎么样呢 那这个是社会面 社会面政治面 你也睡不着 睡不着 会受影响 就是说这跟我的理解不太一样 那这个你刚刚一开始节目 那你就提到那个网军 我觉得网军是一个非常 让我们不可思议的力量 但是来了 我们如何面对它 很强大 它影响了我们年轻人的想法 那我们也不能怪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他就是只看网路 所以他看网路获得的讯息和我们的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种世界观的创造 所以选举行为在过去的研究里头 也都没有研究到网军的动员 所以台湾这一次1124例子是很活生生的一个教训 那当然民众我觉得还是要继续监督 比如说如果有靠网军这种大动员 内外动员甚至于用这种网军暴力霸凌的而当选的 看他选举后的行为施政行为如何 那我是觉得民间甚至于 甚至于民间比较有两项媒体都要去 就要去点出来啊 他说要做什么 结果是怎么样 那就监督啊 让民众知道网军的力量只是动员 只是选上 但是选后可能民众会后悔 那这个我们都要善尽 要善尽责任 不是要 不是就接受说我们的社会就不要低探了 就不要飞和了 不要这样想 不要只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所以老师在这个 相信黄文之政他在选后写了一篇文章 就想说大家还是要奋战不屑吗 他说民主没有成功 改革还不能提 他这里面就提到一句话 他特别强调 他说我们也清楚 我们在台湾根本没有对民主前途有悲观的特权或奢侈 也绝对不能有怠惰的时刻 台湾人很辛苦 很辛苦 是很辛苦 因为民主来之不易 我觉得千万不要想民主来之容易 只有认为民主来之不易 那我们才能够一步 是有点像这个 这个这个走两步 退一步走两步退一步 如果走三步退两步 还是有劲的 不要一直退 我们这一次可能是退了 但是我们累积过去的能量 还是可以往前走 对所以民主对老师来讲 就是进三步退两步 进两步退一步吗 台湾人是真的没有悲观的权利吗 台湾人这么辛苦 我们在太平洋的岛屿上踮起脚尖 做了全部的努力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呢 我们现在节目访问的是 萧新皇总统府执政 我们现在先进一个共和休闻一下 随着等会 掌握新闻脉动超级爆爆 与世界同步更新 欢迎回到超级爆爆 我是余燕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 总统府执政萧新皇 那执政我的经验是这样 要改变一个社会提供一个概念 我举例来说限速政策 还有吃东西要知道产地 要知道自己吃的东西 等等这些新的概念 在台湾社会都很快 大概要八年到二十年左右 才会有成功 大家知道自己随身要带一个环保袋子 然后随身带环保块 大概都是十年以上才能改变 才能达成一个观念 所以老师这一次提出来的 就是你在这一次大选之后 以总统府执政 还有做一个知识分子 你说台湾根本没有 对民主悲观的特权 也没有这个奢侈 是这样吗 是这样子的 因为应该这个应该倒过来讲 如果我们一旦悲观了 你什么也不要做了 你什么也不想做 那你一定失败 那已经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你去悲观 我认为是一种奢侈 是一种 你就要乐观 然后去做 进多少做多少 就一定有成绩 会留下痕迹 我们过去还是进步的了 是 对不对 两次政党轮 两次我们心目中的政党轮替 民主政党能够上来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当然也有失败的 但是就是我讲的嘛 进两步退一步嘛 那你国民党 谁会想到20年前 国民党会败下来 对 谁会想到民进党会上来 一个反对党会上来 那这次民进党挫败 地方选举挫败 我们也要接受嘛 是 但是你不能因此就 就 怀佑上志 上志那就完 那就那一定办 对 你努力 不一定大成 至少有小成 然后检讨 反省 你刚刚讲到做研究 要改变 的确是我1980 我是1979年 从美国念书回来 拿到博士回来 然后就推动这个消费者运动 那是我1980 这是我第一个投入所谓非学院工作 就推动消费者文教基金会 我们跟一批中产阶级律师啊 会计师啊 那些中小企业的事业主啊 学者一起推动 那个的确要花上 我们当时在推的时候 我们就讲柴米油盐的事嘛 加钱 很多人就笑我们 他说这个是 这是女人做的事啦 你干嘛担心 我说这个就是人名声嘛 那杰哥也是要十年 所以你看看 我们当时推动这个知的权利 对 知知道价格 知道那个产品的成分 那个然后看标签 现在你看看 大家都一息一息 那就是运动啊 对 所以你看看多少 大概十年后才有 大家才慢慢 对你看 所以这个运动 消费者的自觉运动 那个是您这辈子 推动的活动里面 觉得到目前为止 最有成就感的吗 那是 还是哪一样 我后来也因此 因为写了 编了一本书 叫台湾的消费者运动 是 那个是其中一个了 那其他的大概就是 我们做一次研究 做老人福利研究 然后觉得认为 如果家中有 有奉养 70岁以上的老人 那他的税要减免 对 减 那后来也 中过好几年以后 那现在老人 如果你抚养老人 那个间接 也受到我们的研究的影响 那其他的影响 大概都是散播 残播 知的权利 那我们也很难立即想到 有什么立即的结果 我觉得我们也不太在乎 有立即 我们如果每次想做研究 都要有这个社会效应 对 那就不是追求知识的真理了 是 真理 是不是政策 有时候政策是错的 对不对 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政策 所以我是觉得 就做了再说 对 凭良心做研究 凭良心说话 那我认为 我作为几十年来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或者公共知识分子 也还蛮心安理得的 也不要太计较 比如说我做知证 我们也不要太计较 说总统一定要听知证的话 不太可能 但我好希望总统可以听到 今天知证在我们节目里面讲的话 因为作为一个公民社团 或公共知识分子 必须要提出 提出了很多很积极的 保护台湾的策略 其实我们同样对这个国家 感到非常的焦虑跟忧心 这是 所以我是觉得像 我们善尽言则 然后善用这个 已经给你的管道 去建言 那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多久可以见到一次总统 倒不一定了 看看状况了 但是我是觉得 像我有管道 我们就提供意见 对 那知识您提到说 台湾的民主来日方长 我们会因此再次绷紧神经 要立即像2008年那一次一样 社运紧急总动员再出发 所以现在是再出发的时机点了吗 是 应该是 应该发现 我觉得过去两年 也许我们有点过于乐观 然后觉得 以后都不会天下太平了 不是 其实内忧外患 从这次 我说这次也是一个大检验 也许外患更大 对 那外患 而且这次习近平的说辞 已经把外患的这种明显 已经真面目暴露出来了 那我们必须面对它 那内忧呢 就是说有很多政党 可能也还没有那么高度警觉 认为好像是把政党的竞争 当作敌我的斗争 那这个也不见得是好的 我觉得应该一直向 一直对外 然后要建立共识 才是我们要的 那我就觉得这里 我讲的不是讲政党 我讲的是公民社会 应该要像上次是 上次国民党政权赢的时候 那大家公民社会 才又警觉 那这次又松懈了 那这时候可能要崩起来 要崩起这个精神 然后可能对于这个 对于厘清刚刚讲到的分乱 内部的这种保守势力的反弹 可能要好好检讨一下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讲的 就是我们一直对外 然后内部建立更强的共识 对希望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 还有新中产阶级 大家一起跟着整个台湾人民 我们大家一起朝进步的方向 努力前进 继续奋战不屑 今天谢谢资政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明天见 拜拜